一顆顆的鵝卵石覆蓋整個海岸邊 這裡是位在台東最南端的南田村 十幾年前 這裡曾有一大片的沙灘 不過沙灘消失後 鵝卵石卻冒出頭 甚至海岸線逐漸向內陸侵蝕 以前的海邊是沙子 沒有所謂的石頭 差不多十年前就開始 有石頭開始出來 一直到現在 變成沙灘不見了變成石頭 以前好長 到100多公尺 現在剩下沒有到50公尺了 台東縣議員蔡玉琳在議會質詢縣府 稻魚桿長年飽受一煞困擾 但魚桿南方卻遭受沙石流失 及內陸遭到侵蝕的危機 不過縣府表示 魚桿侵出的沙石 往南端海岸線進行養攤 再讓海浪或颱風豪雨的侵蝕後 自然往南漂 希望保護南田海岸 不至於快速流失 我們每一次在仰灘的時候 每一次這個大浪或是 東北巡洪來的時候 馬上就被這個海浪給衝回去 只要一大浪或是颱風 或是好大雨一來的時候 幾乎都又被衝掉一半了 沙石在仰灘那其實是故意要讓它往南流的 我們都知道南田那邊流失的非常快 因為它北邊並沒有足夠的沙石來源 有點像河流這樣子 由北往南讓它繼續去補充 針對魚桿魚沙困擾 台東農業處長提到 漁業處長張智晟也相當關心 承諾縣府提出完整飄沙的解決方案 將全力在經費上支持 若無法根除也期望減緩餘沙 讓大五移民可以正常出海作業 臺東達人 臺東市 三方報導